我們紅道基金會的黃海鴻董事長 還有我們台灣人秀許淑國務董事長 以及紅道基金會的劉美玉董事 還有我們彰化國務處自導委員黃世宗主委 讓我們其中還有很多外賓來到我們現場 我們彰化縣楊子賢委議員也來 謝謝黃海鴻董事長 許淑國務副董事長王世宗 黃大哥 各位大姐 還有在場各位嘉賓 球隊的教練 所有的球員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今天很高興來到彰化來參與今天的活動 我要先感謝黃董事長的邀請 我很喜歡參加紅道基金會的活動 不管是年終陪伴老人來圍爐 或者是參加不老棒球 因為我以前本身就是喜歡打棒球 那我也在想說如果我退休之後 我應該會組一個球隊 來跟大家一起玩 我剛剛也跟黃董事長說 他們辦的活動裡面還有一個我也很嚮往的 就是不老騎士 如果能夠騎著摩摩車 然後全台玩家只繞一圈 應該有多棒 但是以前都沒有這個機會 這個年輕的時候念書 後來進入職場都很忙一直到現在 所以我很羨慕大家 那我也希望我們大家能夠經由運動 讓我們的身體更健康 然後活得更快樂 那因為我是棒球迷 我是棒球迷 那我看過一句很棒的話 它是說 這個打擊力強 會創造球賽的精采 但手臂好 才會贏得比賽 這個是一個棒球專家所講的話 這句話我一直放在心裡 那後來看棒球轉播 當然那個教練或是轉播員會講說 失誤最少的一方 就是贏球一方 所以很多棒球的生活哲學 其實都很棒了 未來我希望 兩個都有機會 跟大家在一起 真正下場跟大家打一場球 好不好 好 好 最後祝大家生理健康 萬事如意 今天的活動有滿成功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年中的圍爐 圍爐 我們都一定要一起去 跟國賓的一個共產 那個圍爐還是要贏 還受的那個 我們連續五年了 還支持我們這個 部長棒球隊 那兩位對我們的那個 炎華族的冠心啊 想必我們在過幾年的 超高齡社會 更有希望 更有友善 那 也謝謝各位 部長棒球隊 好 準備好了嗎 好 準備好了嗎 好 準備好了嗎 2 1 拍球 鳳鳴 還有我們海盜的 李錦榮 大哥 還有我們 老樹友的 張文青大哥 以給我們幸福高評的 薛鈺勸捷 那我們把我們 準備好的球 來送給我們的 賴副總統 好 我們一起看前面 好 我們一起看前面 好 我們拍一張 再拍一張 好 我們媒體朋友 再拍第三張 好 媒體朋友都OK了嗎 OK了嗎 OK了嗎 OK 好 那我們請小星馳 幫我們把球先收起來 拜拜 再見 拜拜 還有工人 Kath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